刺腳不是更好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草鞋 因為他說民進黨以前穿草鞋 都忘記那股精神了 沒有啦 他在塑造對立 就是草鞋皮鞋 草鞋皮鞋 他用這個方式在塑造 但我覺得民眾黨基本上 人數有下修了 你們剛剛那個標是千人 民眾黨千人 之前廟口開講 差不多這樣的人數嘛 對啊 所以我就講說 如果柯文哲可以拿到 三百多萬票 然後這樣一個號召指 號召說所謂的千人上街 我覺得不要太苛求他了 他大概已經先劃下了 一個門檻這樣 門檻好像怪怪 本來他自己就已經劃下了一道線 他大概認為這是千人嘛 所以以後你講他忍不夠 沒有啊 我們大概就動員千人 我們本來就沒有說要太多 恰到好處就好 但是很奇怪啦 因為第一個 你說要到民進黨中央黨部那邊 去抗議 然後說是因為要抗議蔡英文 那去總統府嗎 不是 仁鈞哥我想問一下 他們說要去算總帳 那我想問一次喔 阿伯就已經見到蔡英文本人了 要算為什麼不那個時候算 見到蔡英文本人又怎樣 光一個有沒有提 什麼NCC那個人事的那件事情 大家都都不容 唯一的只有一個結論 就是柯文哲真的不敢相信 你知道嗎 因為出來到處傳話的 到處講的 看起來都是民眾黨的 連柯文哲跟黃國昌之間都都對不起來嘛 雖然後來感覺上柯文哲講一下 就說有啦 在那之前就擋掉了 但問題是會面就是沒有談嘛 柯文哲只是不好意思去打領黃國昌 說你那個說的 你講說什麼在會中 還提到了什麼委員的席次的比例 那個就不是事實啦 所以我覺得當柯文哲現在出來就講說 他要去抗議蔡英文 我講第一個你去總統府 他說沒有 總統府那邊不能 所以我去民進黨黨中央 黨中央現在黨主席叫賴清德 也不是蔡英文 你到底要去抗議什麼 也沒人聽得懂啊 而且你今天不是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選舉的時候人民已經用選票投下了他的選擇 所以你現在到底要幹嘛 所以我認為當然第一個啦 他在轉移交點啦 這是柯文哲最擅長的嘛 比如說人家現在問他那個北 四北科 北四科 問他金華城 他就跟你扯 扯什麼 扯台字光 他就不願意去碰那兩個 那你這個當然會讓大家覺得說 其實我老實講 我昨天在這個友台 另外一個節目跟陳志涵同台 我其實看了都替他感到難過 你知道嗎 因為他旁邊是減蘇培 不要笑太早 對面是游淑慧 那個小時我們沒什麼機會講到 就是我就講說 陳志涵怎麼可能講得清楚 你雖然後期有當過 柯文哲的發言人沒有錯 是當北市府的發言人 可是這整個的包含到 你剛剛講到比如說大巨大 因為他整個案子 其實非常非常久 因為久才好 表示前面經手跟瞭解 這個事情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陳志涵的資訊來自於哪裡 一定是柯文哲給他的 所以你從柯文哲 單方面給你的訊息 就來認為說 其實大家都對你不公平 或是怎樣 其實你很難說服 包含到柯文哲講說 你就把它公開 現在被質疑的點 不就是被公開的東西 大家就只想問問你 為什麼中間會議紀錄裡面 到最後你都只有結論 中間全部都是論 如果這件事情都這麼重要 我想外面很多的疑點 去質疑柯文哲 比如說問他說 柯文哲比如說現在他在講說 你們就送檢調 有問題就送檢調 他不是都這樣講嗎 他不是講說 你為什麼你們送檢調 錄影通通拿出來 對啊 然後這個 你有問題 不要說什麼 開一個什麼什麼什麼會 把我繳去 他剛剛那講法不是這樣嗎 當時五大案的時候 其實柯文哲講人家怎麼講的 那時候媒體也都質疑 北市府為什麼不送檢調 你今天搞了這麼多的案子 還搞了連政文會什麼什麼 那時候柯文哲說什麼 他說人家問他的時候 柯文哲說 因為台北市政府只能做行政調查 沒辦法做司法調查 當時人家叫你送檢調 你就不送 你現在就反個生貨來 你就講說 沒有啊 你們為什麼不送 就我覺得柯文哲 你光看他講話 剛剛阿苗學的超像的 你知道嗎 柯文哲剛剛在回應的時候 那個嘴巴裡面 好像含了乳蛋 講話不清楚 你真的觀察柯文哲 柯文哲想回答的時候 他講話絕對不是這樣 他就是覺得 有點像摸摸這樣 含混過去 就過去了 所以我覺得對外界來講 就很簡單 比如說剛剛提到說 這個從五百六放寬到八百四的 這件事情 事實上你說五百六 是不是凹得過去 我覺得都很難 為什麼 因為進化城說 他們是用買的 因為他們說是用買的 你買多少 你得多少 這個都還有質疑 當柯文哲今天被問到上公 剛剛提到的那個 所謂的二十趴的那件事情 也就是你自創的 任性程式貢獻獎勵 智慧城市貢獻獎勵 還有移居城市的貢獻獎勵 這都是史無前例的 而且到目前為止聽起來 還叫後無來者 這三項是你特別做了這個決策 讓這些都審委員有一個依據 而且你還做了一件事情 我先公告 他先公告 因為公告代表什麼 大家都可以來 問題就在於是 如果他也是後無來者 這三項一定會被質疑 你不能夠這時候出來講說 因為南松山是需要被都更 博弈選區有很多地方需要被都更 也有很多東西 大家都希望給改變 博弈會出來講說 因為他要都更 我也聽到地方的聲音 所以我今天就好啊 放寬吧 我就這個給你 你這三項到目前為止 臺北市政府 對不起 我不能這樣講 好像是講萬安要負責 請問當時的柯市府 請問陳志涵 請問民眾黨現在的臺北市議員 有誰要出來解釋 這三項是怎麼跑出來 你怎麼這麼的剛好 就訂出了要再多給他一個二十趴 到今天為止 柯文哲寧可去講臺志光 他不願意碰這三項 這三項到目前為止是個謎 比藍色銅鈴眼 比玫瑰之所以還可怕 沒有人知道當時為什麼會跑 有人建議還是怎樣 不知道怎麼會跑出這三項的 多給你二十趴的容積獎率 我只覺得你把這件事情 你能夠講清楚 我就覺得好 你其他的我們再來慢慢看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說 這些東西其實都很簡單 柯文哲當年是怎麼去質疑好 農賓的 你看 你叫什麼啦 就是說人家把這三項講清楚 你還是不放他過去追擊他的 因為這一項是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講的嘛 他就算講這三項 上公也放也不會放過他 因為你還有其他很奇怪的東西 這三項我就不會放過他 還有後面 所以他要講啊 我就講這三項 真的到目前為止 是大家想過頭都不知道 是你到底是怎麼個決策 決定說有這三項的東西出來 而且是可以讓他適用的 我有這三項的容積獎率 跑出來之後 你還要能夠知道說 他能不能符合他 那他到底在這三項裡面 做了什麼建議 我們也不知道啊 所以我就說說 當柯文哲今天 他一直在質疑說 大家好像對他怎麼樣 你剛剛特別提到說 陳志然說張是柯文哲蓋的 他當然要負責啊 當年柯文哲是怎麼講郝龍斌的 他那時候講五大案的時候啊 那郝龍斌那時候也都講說 我這個都是按照法規 好 阿伯說什麼 有奸層是皇上的問題 當年柯文哲的話 現在當然柯文哲 要負所有的責任啊 這有什麼好討論 各位看完不要跑 記得一定要趕快 訂閱 分享 按小鈴鐺 加入我們的狠狠走那一幕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